很有手勁才行 外皮脆,內裡鬆,好正 作落在暫光市赤瀚老街上的 香港電影之父黎盟惠紀念館 是在中國電影的開拓者之一 黎盟惠故居上展出 上世紀40年代,黎盟惠就住在這裏 這個展出濃縮了黎盟惠電影事業的 光影世界和追求 她一生追隨孫中山 拍攝了大量反映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 和不伐時期的紀錄片 是中國電影開拓者之一 除了在電影行業的貢獻 她在美食領域也功不可沒 黎盟惠剛來廣州灣的時候 同意合辦了一間福禄秀飯店 裏面有一款非常著名的點心 叫做海味雞仔餅 今天我們都非常開心 邀請到海味雞仔餅的 非為傳承人鍾廣精先生 來教我怎樣做雞仔餅 和和我們分享一下雞仔餅 究竟她是怎樣的一個技藝 我們在廣州的雞仔餅 除了雞仔餅 我們加了海味 所以我們叫做海味雞仔餅 這就是我們的蝦米 我們要加蝦米 把蝦米混合在一起 把它混合在一起 餡料非常足夠 對,食材又新鮮又足夠 其實吃肉感 裡面比較鬆軟 外面的皮是脆的 我們雞仔餅在歷史中 也有兩百多年 蘸光的蝦米 是比較有特色的 我們是蘸的海鮮之刀 它就是用蘸光的蝦米加了雞仔餅 它就試了一下 哎呀,好新鮮 它提醒了更多的一種鮮味 而傳統的蝦米 它就偏油一點 尤其塗了這個 外面的雞仔餅 我們下部去包這個雞仔餅 用不容易的 很難的 很難的 翻個蝦米 這件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簡單地做 因為我覺得很用力 要很有手勁才可以 對,它擦到光滑光滑 不太早做,它會順的 我再製作 薄一點 薄一點的突然 即是它的肉感更香 OK 我吃那些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 我也覺得 再製作一下 其實它以前傳統的 它就像包湯圓一樣 包成圓的 之後就是這裡 可以放在這裡 其實我包出來跟師傅的 三小小 這個小小中間就是幾十年的工藝 我三個手指 第一個工藝 三個手指 等一等我跟師傅一起做的 這個雞仔餅已經出爐了 哇,它一出爐 我已經聞到非常香的味道 噴出來 你可以聞到很鮮香 帶著那種零食的酥香味 這個是師傅推薦的 樣子特別漂亮 肯定是師傅做的 讓我試試 咬下去非常酥香 其實它不會太油 有很多餡料 鮮香、鹹香都有 外皮脆 然後內裡酥 很棒 好吃 我生什麼 咬下去 一樣 不要緊 現在是是 最新鮮的 就不成功 可以